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上次就跟大家說了豬子如何練努力值 以及努力值的通常練法是怎樣的 今集就講一下豬子如何提高色違的獲得機率 首先我們來下一頁 很多繁複的東西 但我們先看重點 我畫了幾樣出來 增加色違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有些時候會出現一些大量發生 只要擊倒60隻精靈 它就會開始提高色違的機率 不是應該是30隻精靈 30至59隻精靈就會提高色違的機率 最高如果你打到60隻 它就會變成1,365分之1 這裡我們不需要特別記 第二樣就是獲得閃耀護符 也就是你要在豬子裡面達成全途鑑 400隻都捕捉了 就可以獲得閃耀護符 而第三樣就是吃這個料理的閃耀力 這個稍後再講 第四個就是不關事的 我覺得就是屬於生蛋類別的二角生蛋 OK 下一頁 那什麼叫大量發生呢 就是有些時候你會在地圖裡面 隨機出現的一個大量發生的logo 當你走進去這些大量發生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非常多同一款的精靈會出現 可以透過激到這些大量發生的精靈 來提高它出色違的機率 可以透過改變switch的時間 拆出想要的大量發生的 這個很多時候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直播都知道 很多時候都是在這裡拆一下色違 拆一下太晶團體戰等等 對啦 下一頁 那大量發生的測試為步驟是怎樣呢 就是配合let's go功能 來快速擊到想要的精靈 然後記得右上角的一個通知 如果它出現大量出現的什麼什麼什麼 所剩無幾的時候 就不要再打了 打多五隻就要停了 不然它就會消失了 然後就是開始重複刷新這個區域 有兩種刷新方法 一個就是利用野餐的功能 另一個就是進進出出這個區域 令它刷新一個新的精靈出來 直至遇到閃光的話 記得在它面前Save 就不會消失了 這隻精靈拌回來的時候 這裡我準備了兩條影片 就是我之前直播中拆的一個流程來的 這個階段已經是打了60隻精靈 我就透過在這個沙灘裡面 開這個野餐功能 來刷新周圍的精靈 大家可以看到 我刷的就是這個色圍的新的雷鳥 大家可以看到 在刷野餐功能的時候 它就會刷新的精靈出來 從而令到這個色圍的小鳥出來 然後第二條影片也是一樣 我之前直播的一些刷色圍的過程來的 就是配合這個Let's Go 去到快速擊倒大量發生的精靈 今次的對象就是這個鳳神犬風速狗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它的量也十分之多 配合這個Let's Go的功能底下 其實很快就可以打到30至60隻 很快就會令到它出現所剩無幾的通知 到時就會出現色圍 而這個鳳神犬很幸運 未打夠一定數量 它就已經出了這個黃色的鳳神犬出來 非常之幸運 大概這個就是大量發生刷色圍的過程流程 然後我們繼續回到這個PowerPoint裡面 大量發生注意的事項 我就列了幾項出來 如果你是刷海上的大量發生 你是沒辦法使用野餐功能的 需要在平坦的地方才可以用到野餐功能 避免選擇地方小的地方去到進行這個刷色圍 因為刷身率少的話代表精靈量也會減少 找一個順暢的地方避免死機發生 例如在海邊或者在一個湖裡面就會非常之疾機 這裡就不建議去刷了 重點都寫了出來 就是盡量不刷海邊或者湖邊之類 先找一個野餐地點可以開到的 還有刷身點一定要多怪 否則精靈量越少代表你色違量也會越低 好了繼續下一頁 下一頁就有關於增加色違機率的料理 基本上大部分你跟著這個表其實都做到七七八八的料理出來 這個表就有分不同對應的屬性 假設今天我想拆的是妖精系 妖精系它寫著要一個蕃茄 我們就需要用到四個蕃茄 這一種類一個 假設妖精我就要放四個蕃茄 加一個漢堡扒 然後再加這個秘鳥 秘鳥兩個 再加兩個芥末 就可以出到一個 吃到閃耀力的效果的料理 如果你有出到這個效果的料理的話 就證明成功了 在閃耀力方面它就提升色違機率 稱號力就是提升出現精靈攜帶稱號的機率 有些時候可能野生精靈會有攜帶稱號 而秘鳥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它可以提升那個屬性的出現機率 基本上這三個如果出到的話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假設你上一個食譜不行 可以換這個試一下 這個其實都可以做到閃耀力和秘鳥的效果 再加稱號 還有記得在料理前記得Save 避免浪費這個秘鳥或者其他材料 是很好的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料理加成 假設你有閃耀之下 再擊倒60隻大量發生 就會由0.12%提升到0.19% 所以這一代基本上很容易就可以出到色違 又或者大家如果真的不記得這個料理的食譜的話 可以去到巴哈上面的一個文章 因為這個也是在那個文章裡拿出來的 我只不過是講述 那個文章我會貼在下面簡介 如果大家真的不記得的話 可以去到那邊看 然後再講講二角孵蛋閃 那什麼叫做二角蛋閃呢 就是把兩個語言版本不同的去生蛋 就會提升色違的機率 那就是說假設我是這個繁中版本的玩家 就會捉到這個CHT的一個語言的精靈 那再跟JPN或者其他語言 英文啊西班牙文啊德文那些 去到進行孵蛋的話 那它就會套用到這個國際孵蛋的一個效果 那大家可以看這幅圖看到了 那假設你沒有閃符 但是你有二角的閃 那不是你有這個國際的二分 那它就會加成有六級的加成 那就是六八十三分之一 那其實都幾多下的 其實是非常之多的 如果有閃符那就是五把十二 也是最高的 最高的色違加成的機率 但是要留意的就是 如果你吃料理的閃耀力 是不會套用蛋閃這個效果的 那大家要注意了 那大致上這個色違的方式就是這麼多 據我所知 那相信其實大部分人應該都知道 只不過我再拍一條的影片 再講解一下那個 就是整合一下現在的攻略等等 好那今集的一個影片 來到這裡先 我們下集再看看 有些什麼攻略可以出給大家看看 OK